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我还不过的耶 大家好我是天鸟 今天我要来教大家怎么样使用PS4的Share功能 做露營或者是直播 因為很多人都在問我這個問題 所以決定拍一下影片 在使用之前我們要先調整一下它的設定 首先呢就是在手把上面按下Share 然後到你的分享與播送設定這邊 影片的長度就看你是要錄多少 它有30秒到60分鐘 這些選項可以挑 摸放設定這裡 詳細設定 如果你有CAMERA的話 這邊可以選擇CAMERA 一起播送 聲音分享設定這邊是設定 是不是會包含手把上麥克風的聲音 播送的時候或者是影像裡面會不會包含 派對裡面會不會包含 顯不顯示觀賞者的訊息與觀賞者的留言 這個就看你有沒有需要在右手邊出現觀眾的留言 需要的話這個就不要打勾 如果你需要的話這個就打勾 顯示的話畫面會稍微縮小一點 有其他服務連結這邊可以連結你的帳號 像如果要播Youtuber 我都是播Youtuber的話 我在這邊就是要輸入自己的Youtuber 基本上我是已經連結好 如果你沒有連結好 他在這邊就會請你登入 那時候登入就OK了 這樣你就可以直接上傳影片 或者是直播到Youtuber去 都設定好了就可以開始準備使用 以我們比賽為例 我們比賽現在是長達一個半小時 所以我們從起跑跑到中間去Pit的時候 可以使用Share功能進行一次存檔 這樣就不會超過60分鐘 然後跑完再進行一次存檔 就可以保證所有的影片片段都還在 好 我們現在就來示範一下 大概要怎麼樣用法 好 假設我們現在就比賽開始 起跑 好 假設我們現在已經進行到一半 我現在輪胎跟油都耗盡了 我要去Pit了 到了Pit之後 我開始補油換胎的時候 我就趁等待時間按下Share 然後選擇保存影像片段 它有時候會慢一點出來 不用緊張 它過一下就會好了 按下正方形 就可以保存一下 剛剛前 你設定多久 像我設定30分鐘 我就是保存前30分鐘的影像片段 到PS4裡面 然後接下來我就可以去跑到比賽結束的時候 我再進行第二次的存檔 但使用的時候可以根據自己使用的需求 來決定中間中段的時間 像戰地的話差不多一場存一次嘛 30分鐘 我如果之前是拍實況用存檔的方式的話 我就在手機在旁邊計時 然後稍微留個一分鐘當作緩衝 這樣子手機響了之後 我就知道我要趕快找一個可以中斷的點 之後接起來不會很奇怪的地方 去儲存我的影片檔 好 我們剛剛錄下來 從旭然那邊錄下來的影片呢 它會存在你的剪取畫面相簿這邊 然後找到你的遊戲 這一段就是我剛剛截取下來的 可以在這邊按一下圈就可以播放我在幹嘛 我進了這個遊戲有沒有 然後開 如果要分享的話怎麼辦 分享的時候就按一下Share 上傳影像片段 它就會告訴你正在要分享出去這樣 然後講一些有的沒的 然後講一些有的沒的 選擇你的平台 像我就是YouTuber 出來之後它就會有一個 給你打上標題說明 設定的一些地方 然後就看大家想要打什麼都可以 這邊還可以做一些修剪啊 然後你可以看一下看看 Obooke啊 好 準備都設定完之後 就直接選到最下面的分享 那它就會來把影片上傳到YouTube了 那如果你不想要直接從PS4上面上傳到YouTube的話 你也可以選擇使用隨身碟 將隨身碟插入 那個PS4前方的USB孔之後 來這邊選到你想要的影片 按一下Option 這時候就會有一個複製到隨身碟 但我現在沒有裝所以就是沒有 如果有的話它就會開始複製 那複製的時候 PS4就不能做其他事情 複製到隨身碟再拿到電腦就可以傳到任何你想要的平台 例如說FB啊Line啊 或是其他任何這個片是內建並不支援的上傳平台 那直播的部分的話就是我按下去 然後我選擇播送遊玩過程 然後選擇你的平台YouTube 然後它這邊就會給你一些播送的設定 如果你要不要播送攝影機啊麥克風啊 要不要留言啊 這邊都可以再另外挑 前面挑的是預設而已 這邊可以每一次都挑 然後標題是什麼 然後這說明 說明的話它會自動去抓取你YouTube上面的頻道介紹 來當做你的說明 所以懶得在這邊打字的可以直接在頻道那邊 電腦上設定好 這樣這裡開的時候它就會自己進來 像我這邊的話 就是都已經打好了 這樣我要輸入的時候 我就把它調到最前面 然後打上我要的訊息 再來就是品質的部分 品質的部分基本上 欸如果你跟我一樣是 舊版的PS4 就是一般版的PS4的話 你就可以設720匹這樣 那如果你設的這個品質越高 你需要的上傳流量就越大 然後如果你的網路不夠快 把這些東西都上傳的話 那你的直播影片畫質就會非常的悲劇 所以我是推薦大家 如果你的網路普通而已的話 設720匹高就好 Pro那邊還有1080P 不過我是不建議大家去使用1080P 因為它本身那一件給的 未緣率不能自訂 有一點不夠 所以我看過許多Pro做的1080P直播 在畫面快速轉動的時候 都會有一點悲劇 除非你實況的遊戲畫面是非常固定的 不然就不要用1080P 畫質反而會比較好一點 不會常常出現馬賽克 讓大家看著不舒服 然後這邊是不是要不要加入 你自己的名字當標籤 它會自己幫你選PS4啊 一些遊戲的名字啊 然後你也可以自己追加 比如說今天是玩GT3 我就打一個GT3這樣 等一下人家搜尋到的機率 再來是 傳送邀請 可以邀請其他玩家 但是這個 就看你是不是需要 如果你有連結FB的話 也可以分享 同步分享這個直播資訊到FB上面 讓大家可以去 你的直播那邊看 然後按下播送 這樣就開始播送了 再來如果你是有在派對遊玩的話 你會需要 跟你的派對成員說好 請他們都到派對這邊派對設定 然後允許播送您的聲音這邊 把它設為經常允許 或是他不喜歡經常允許 也可以目前派對允許 不過這個就是要 必須每一次進派對都去調 這樣子你的直播 才會有其他玩家的聲音 那如果你不喜歡 有其他玩家的聲音的話 那就是請他們到這邊去設定 不要 讓聲音跑出去 這樣就可以 顧慮到所有其他玩家的聲音了 那我們這個簡單的 就是 把遊玩紀錄錄下來的教學 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的話 不要忘記幫我們按個喜歡 分享出去 訂閱小熊頻道 獲得最新的影片資訊 謝謝大家的收看 掰掰